大雨不停高速公路变成慢速道路 因为车一过掀起阵阵水花 水淹半个轮胎高如同水上行舟 国道后里路段甚至还有两台车 叼掐卡在路间 拖吊车及时救援正值上班时间 庞大车流与积水奋战 台中市区台湾大道上 公车一过简直掀起巨浪 不止台中苗栗从凌晨开始大雨不停 竹南甚至有车辆逆向硬闯地下道 结局是整台车差点灭顶 驾驶自行脱困后为了强救爱车 一度想冲回车上被消防人员强力劝退 中路的时候那部车就逆向进来 结果在那边边到 另外在园林湖尾 顺沟水是惊人 只有差十五公分 差点淹上路面 西螺也有菜园全泡在水中 农民紧急吊派抽水机 但还是来不及 气象署针对西半部十六县市 发布豪大雨特报 这波雨势预计晚间趋于减换 但这还没完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封面会再度的影响到台湾地区 到时候整个天气 就会转变得再更为不稳定 周五开始又有新一道封面报道 连续三天影响台湾 豪大雨狂炸 就怕传出灾情 解中部综合报道